有香港電競之父之稱的鍾培生 接下來又再搞拳賽了 可以說是搞拳賽搞上癮 今次他就邀請了日前已經宣布退出微辣的霍哥 以及曾經自認是人渣的周永恆對打 拳賽除了有他們兩個之外 也將會舉行香港前所未有的武門藍拳擊大賽 公開招募全港素人上台擊戰90秒 下星期一將會舉行記者會 到時霍哥和周永恆都會發現 二年58歲的尹天照 近年多數都在內地發展 除了接拍廣告、電視劇和電影之外 也有登台演出 日前有網民就分享了一段他在酒吧上演的短片 由片中可以看到 當日他在茂名的一間酒吧登台 雖然場地比較簡陋 但是他都落力演出 其實尹天照不時都會出席酒吧秀 但是不是專業歌手出身的他 上演酬奴只得五萬元一場 80年代 TVB 力捧的銀河十星之一 崔家寶1986年參選港姐入行 1995年拍完情龍大地後 就急流勇退宣布飾景結婚 下架神禧足球隊其中一位班主 周文希 轉眼間就已經56歲生日了 慧智豪最近上載了多張照片 一眾明星足球隊隊員 齊齊為他慶祝生日 可以見到崔家寶染了淺粉紅色的頭髮 戴上粉紅色的帽 加粉紅色的襯衫 打扮年輕 即使是年過半百 外形仍然很動靈 臉尖尖見不到有皺紋 保養得相當不錯 有TVB 御用童年之稱的童星陳詩詠 近年因為學習、讚別幕前 但他仍然活躍於社交平台 陳詩詠今年已經15歲 由昔日可愛的小童星 已經變成婷婷育立的美少女 他更加不時會在社交平台上 上傳花跳韓國女團的影片 裡面可以見到 陳詩詠自學也有板有眼 加上外貌精緻 就有眼看都幾有韓團偶像的感覺 網民就推介他 可以考慮日後向音樂方面發展 64歲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莫華倫 日前在微博貼出《九宮甲婚照》 宣布喜訊 而她的太太就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黃冰冰 她們兩個可以說是相當匹配 她們兩個一面幸福 婚禮豪華中 充滿了古典的氣息 新娘除了有才華 也好美女和有身材 難怪俘虜了莫華倫的心 今次是莫華倫第二次結婚 她和首任太太佑文玲 在1996年結婚 她們結婚後生了一個兒子 以往她們兩夫妻不時拍拖出席活動 直至近年就已經很少見到她們兩個同框 原來已經秘密離婚 而黃冰冰目前是一個旅居意大利的歌唱家 曾為無線旗下藝人的蘇淑萍已經適應多年 日前適逢她生日 一班演藝圈超級大前輩都有出席生日會 文說而放出聚會照 常眾所見 除了胡風羅蘭等腦氣骨之外 無線第一期訓練班出身的女友惠 程可惠、高苗絲、黃韻才、劉偉文等都有現身 71歲的程可惠今次出席聚會時 戴上珍珠耳環和頸鏈 貴氣十足 而坐在她身邊的就是高苗絲 現年68歲的高苗絲 自90年代同丈夫移民意大利後退出娛樂圈 直到2019年回港 不時和圈中好友聚會 但相比同場的逝日花彈 高苗絲的變化較大 算為說上個星期終於射貨 彈下9磅重的小孩子 開始坐越生涯 餵奶換片 然後瘋狂吃飯飲湯水 不過她亦不忘分享她的坐越日試 日前她就上載了一張粉紅色藥卷的照片留言說 我的胎盤製成粉紅色藥卷補身 令到一眾網友都覺得好驚訝 我們就這件事訪問孫慧雪 她就分享說原來胎盤膠囊在外國是非常流行的 她說其實上一胎生完的時候 主陳醫生都有問她留不留胎盤 當時她就覺得留來都沒什麼用 之後她奶奶又問她有沒有留胎盤 原來她老公的姐姐在美國那邊住開 那裡的人會留胎盤磨成藥粉做膠囊 產婦就會吃回來補身 所以這胎她就有概念了 但原來香港真的比較少人流 遲帶血公司說著都要百萬元儲存費 真是比較貴呀 陳一薇和陳豪兩人肉有三名寶貝子女 現時她們的子女正在放暑假 陳一薇一拖三四圍玩享受假期 日前她們去了水上樂園 陳一薇也有分享短片和美照 見到二年七歲的小女身形高挑手長腳長 越大越漂亮搶了鏡 而陳一薇這日有分享自己的童年照 寫說她的教父今天給了這張舊照給自己 她的教父認為陳一薇小女 是陳一薇年輕時候的分裂形象 促證陳一薇小女的確好似陳一薇 而陳一薇小時候已經非常美女 是純天然美女 陳凱琳和鄭嘉穎由拍拖到結婚生B 這麼多年來一直都十分恩愛 最近鄭嘉穎不時回內地工作 而陳凱琳就留在香港兼顧工作和照顧三個兒子 日前她就拍片記錄自己一日的行程 由片中可以見到 陳凱琳當日在商場出席員活動之後 還換了一條美裙拍片 之後就去了街市買菜 準備迎接老公回香港 神串T-shirt 背著繁布袋的陳凱琳 打扮樸素 見她首先去了海鮮檔 買了東星斑和蝦 之後就再買菜和肉丸等等 熟悶熟路 值得一提的是 陳凱琳買的都是老公鄭嘉穎最喜歡吃的東西 而且句句都離不開老公 不至於是否也很喜歡吃老公 黑鮮的成員吉薯 被爆和35歲的男星 安普然拍拖 有韓國媒體還公開了他們約會的照片 說Jisoo平時除了工作行程之外 幾乎都會留在家裡 為了染人耳目 也會選擇在家裡與安普賢密會 由於BLACKPINK還在進行海外巡迴演唱會 Jisoo留在韓國的日子不多 安普賢就會就他的行程 爭取時間去他家 而這篇報導就說 他們在5月就開始拍拖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